股票投资风险高 故投资者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特别大 尤其是投机者 在买进之后 总是提心吊胆 身孔血汗前泡汤 所以 身在办公室 心却在股市 时刻生活在烦恼中 情绪受到干扰 甚至与家人的关系也受到影响 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如果生活不快乐 钱赚的再多 也没有意义 假如你总是为股票而心烦 我劝你还是早日脱离股市 因为你不适合投资股票 假如你认为股市是一条适合你的投资管道 那么 就必须设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减少股市波动的冲击 其实 这并不难 只要有正确的投资态度 同时下定决心 遵循一些简单的原则 就可以减少股票投资所引发的烦恼 我的经验 也许可供参考 我有三个不买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不买我不放心的公司的股票 我常常出国 以前是公干 现在是观光 尤其是在退休之后 出国更平仁 一年少则六 七次 多则十次 八次 短则数天 长则大半个月 天涯海角 五远福建 在我买进股票的时候 我总是问自己一个问题 假如我出国旅行半个月 而旅途中没有我所买股票的信息 我会担心吗 如果答案是会的话 很明显的 这只股票不恰合我投资 无论基本因素多么强稳 我都不会买进 第二个原则 不买时时刻刻都要盯住他的股票 如果在买进之后 我担心公司会烂调 或公司领导人会耍花招把公司掏空 或是买价太高 股价随时下跌而使我蒙受亏损 只要具有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我都不会买进 换句话说 在买进后整天要花时间去监视的股票 不恰合我投资 我不希望终日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尤其是在退休之后 第三个原则 在买进一只股票之后 万一股价大跌 我不敢买进更多 这种股票 我也不买 没有人能担保 买进后股价不会下跌 在买进后 受到熊市的影响 股价一跌再跌 是很平常的事 假如在股价大跌之后 你不敢买进更多同一只股票 表示你对这只股票认识不够 信心不足 因此在价值被极度低估时 应该是最好的增加投资的时机 你却不敢加码 因而错过了低价买进好股的良机 所以 在买进时 我总是问自己 假如股价大跌的话 我敢买进更多吗 如果答案是不的话 我也不会买进 当然 在股价大跌后 我还要做更多的功课 确定股价的下跌 不是基本因素改变 而是股市下跌的影响 这样才可加码买进 如果基本因素改变了 即使股价已跌了一大截 我也加码买进 否则的话 我会亏得更多 甚至倾家荡产 坚守以上的三不买 使我生活轻松 旅途愉快